新竹市世博台湾馆产创园区简介 2010上海世界博览会台湾馆大获好评 被日本媒体Flash杂志票选为第一名展馆 在上海世博期间 台湾馆是园区内一处令人惊艳的美丽景点 白天闪耀如钻石 夜晚绚丽如明珠 以科技创意展现台湾特有的人文风情 令入馆参观的人直呼感动文心 成功地将台湾文化介绍给全世界 而这是台湾距离上一次1970年 受邀参与日本大阪万国博览会 阔别40年后再度应邀参加世界博览会 政府决定以民间方式参加 由经济部督导 直派外贸协会 以台北世界贸易中心名义 负责新建营运台湾馆 上海世博会 台湾馆自始自终都是热门展馆 根据中国大陆主要搜寻引擎百度网站的 热门展馆搜寻统计 一直维持在百度热门搜寻的前十名内 品牌价值扶摇直上 贫货大陆地方政府或企业台商等等 表达购买意愿 2010年7月间台北世界贸易中心接获经济部及政府高层台湾馆应移回台湾重建的指示 随即规划为台湾馆找婆家 2010年8月26号台北世贸中心在台北国际会议中心举办台湾馆标售公开说明会 9月16号上午开标 新竹市政府以4亿5888万元得标 一系之间新竹市的知名度大增 99年9月16号新竹市政府得知标下台湾馆 当天召开记者会向市民及国人报告这个重大消息 市长许明才感谢市议会支持争取重大建设成功 把台湾馆留在新竹市 使新竹人对台湾的感恩回馈 用科技打造文化创造更大的商机 市府随即筹组专案小组 负责退动市博台湾馆产创园区各项工作 委托规划团队精心剥划园区发展蓝图 10月24号新竹市政府与外贸协会举行签约仪式 确定台湾馆将灯亮新竹 新竹科技享誉世界 传产玻璃文明全台湾 台湾馆LED灯及玻璃灯罩的组合 与新竹市异象结合相得益彰 将台湾馆迎回新竹市 促成科技与文化共物 10月31号上海市博会落幕 台湾馆正式洗灯告别2010上海市博 11月1号于欢喜迎市博台湾馆记者会上 市长许明才及外贸协会秘书长赵永泉 共同为市博台湾馆模型点灯 象征接续台湾馆在上海市博会 闭幕熄灯后的接棒传递 目前台湾馆模型安座于长河宫展示 供民众观赏及祈福 也期待实体重建启用点灯的时刻到来 12月20号市府团队指基隆港迎接 首批装载台湾馆零组件货柜的 环明轮号 100年1月5号 12号及20号 新竹市政府分别在台北及新竹等地 办理新竹市市博台湾馆新建 及周边附属统包工程招商会及工程说明会 100年3月12号 迎春祈福乐活型活动 全台超过106支队伍 以特殊装扮创意游行 支持市博台湾馆在新竹市 4月11号 举行新竹市市博台湾馆新建 及周边附属统包工程开工动土典礼 100年4月21号 市博台湾馆产创园区吉祥物 风儿正式亮相 为4月23号的I love市博台湾馆 引新竹市做宣传 风儿的头部以台湾馆主建筑物外观 天灯造型来做呈现 头顶上发亮的触角 把上空感应到的最新资讯 与我们做连结 让新竹市的科技 文创产业 观光与国际接轨 新竹市市博台湾馆产创园区 位于新竹市东区公道五路三段 与东市街口 面积约4.9公顷 台湾馆坐落于新型的人工平台上 结合台湾贵族之防风绿梨 形塑属于新竹的异象 市博台湾馆为地上四层楼之建筑物 楼高32.4公尺 总楼地板面积约3428.2平 一楼为迎宾服务空间 二楼为展演空间 三楼为城市主题馆 外侧为九米平台表演水池 四楼为点灯水台及720度全天玉剧场 丰城文创馆前身为民国57年 新建之台北仓库 是座耐震补墙及整修工程 将整建为丰城文创馆 以旧有建筑物活化再生 展现真实历史文化创意再造的内涵 丰城文创馆营运规划包含 科技艺术展示及体验 数位媒体及多元主题展览空间 文化生活创意工作坊及商品展示 台湾各地方特色名品及美食 文创主题餐厅 逸文展演活动 世博台湾馆与丰城文创馆 预计为新竹带来一年95万人次 国内外观光旅客 观光收入一年11亿以上 产业关联效益一年23亿以上 规划自营运日起 四年内免费世博台湾馆观光接驳服务公车 总共五条路线 世博一号高铁新竹县 世博二号台铁千甲县 世博三号新竹车站县 世博四号清大靖军县 及滴滴板双卫员公车 新竹渔港科学园区社区线 接行经世博台湾馆 提供四年内免费接驳服务 激光片雨 蜕变新竹 新竹市以科学园区文明 为国内的科技重镇 台湾馆为新竹市注入 新的文化活水 带动新竹市蜕变为科技 文化创意领先 具有国际观的城市 让全世界都看见 台湾馆不只是新竹市民的 而是代表全台湾的 期待大家一起将台湾馆 推广给更多的台湾游客 大陆游客 及世界隔离来台湾的朋友 欢迎大家来新竹做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